弥勒菩萨挺着大肚子笑哈哈地坐在那里 迎接着我们 其实他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懂得宽容 懂得欢喜之心 以这种心态走进寺院的 因为他有一句人生格言叫做 大肚能容 容天下 难容之时 开口长笑 笑世间 可笑之人 其实谁是可笑之人呢 说的是我们自己 你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走进寺院 往往我们一走进寺院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我们人生过程当中 往往追逐的都错了 我们颠倒妄想了 成为了非常可笑的人 其实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的 很多人并不懂得 怎样去享受我们的生命 往往我们都会认为 生命当中的本身它的需要 跟这个物质的欲望 把它等同在一起 其实这是两回事 在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面 好像很多人都把金钱 看得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赚钱上面 然后就是花钱 好像我们的生活就是由赚钱和花钱组成的 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快乐 其实这些对物质的欲望是被社会刺激出来的 它并不是我们生命当中本身就已经带来的 我们生命当中本身其实具备了很多的东西 我们有一些需要 当这些需要满足的时候 它才能够成为我们最大的快乐 这些需要不是物质不是金钱 它是我们生命当中骨子里面本来就具备的 既古老又永恒 比如我们说的健康 前一段时间我看到过一段话 这是乔布斯说的 乔布斯在身患绝症的时候 躺在病床上说了一段让人体呼灌顶的话 我在商业已经到达了巅峰 在别人看起来 我的人生好像就是成功的缩影 但是其实我的人生除了工作 没有其他的乐趣 最后财富成为了我生活过程当中 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 此时此刻我躺在病床上 我才发现 原来我把我的财富 还有在人世间的这种荣誉 引以为豪的时候 在死神面前 他都是那么的畅白无力 当死神在慢慢一步一步 向我靠近的时候 我才知道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要追求一些其他的事情 不只是财富方面 比如说爱情 比如说我们年轻时的梦想 这是他说的一段话 其实让我产生了很大的生思 特别是最近这一段时间 我们生命当中的快乐 远远不止对物质的追求上面 比如说还有天伦之乐 有亲情 有爱情 有家庭 这些都是我们人生的幸福的定义 我们往往会把幸福给弄错了 你们认为走进寺院的时候 你看看 大家所认为的人生的幸福 你要有房有车 有名有利 有权有势 没有走进寺院的时候 你们没有发现 当等一下我们走进寺院的时候 您瞧瞧 您跟圣像说的那些话吧 是不是要家里面要一个小男孩 是不是要工作好一点 赚更多的钱 生意更加好一点 往往都是如此 但是我们应当要懂得 把生命本身的需求 和对物质的欲望 把它区分开来 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静下来 想一想 生命它本身需要什么 什么才是我们生命当中 本身就应当要居住的一些东西 普陀山这个地方就非常的好 它可以让我们慢下来 我们每个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面 往往就像高速公路上面 一直在充斥的一辆小汽车一样 并且还装上了涡轮增压 可能感觉涡轮增压提速还不够 现在还还换成了电动车 对吧 特斯拉加速很快 但是往往在这疯狂的加速过程当中 我们应当要踩一下刹车 普陀山 就是可以让我们慢下来的一个地方 抖音